11月14日 演员金晨发微博称 理非争而得 道非便而存 按时道理并非越辨越明 而我不想与您争强 微博一出 引来网友热议 纷纷在色这是否与传言 金晨被张天爱抢决有关 而金晨的粉丝后援会 光碑也留言 君子金而不争 丽婷 据网友爆料称 日前大热IP剧 鼓动前科选角 原来定由金晨出演的角色 疑似被张天爱截胡 而张天爱原来的角色 共出 所以找来王立坤就场 该网友爆料 以最近五龙乾坤官方宣布的 演员角色调整 不谎而合 原本官宣饰演 林青竹的张天爱 角色改成了樱花欢 林青竹则由王立坤出演 对于金晨的这篇微博 网友们也都有自己的看法 有网友在评论区中安慰金晨 这次失去的或许是个机会 但下次留给你的 也许就是未来 也有网友晚期道 本来说好的欢欢 让人抢走了 应该会很难过吧 没关系 我们依然支持你其他的作品 也有网友中可评价 在剧集开拍前 演员更换是很正常的现象